Hello 大家好 这一段影片就会说明天的11月18日星期三跑马地野赛 首先就会说我的全日马胆 另外我有其他另外一只的重心 和南门精选也会一共三匹马给大家去参考 先说就是全日马胆 因为今次我就想给一只好分小小的马给大家去买 因为最近其实只有五六倍 还没什么意思 所以今次就选一只好分点 选了第八场赛事的耳班1650 这一场我博了一只半眼 就是9号的仗瑶 这一只马我预计有大概10倍 我觉得今季这一只马是有些进步的 不论是神操的表现还是阵上的表现 亦是进步了、稳定了 先说这一只马是神操的表现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它神操的进步 令到它阵上表现也稳定了 这一只马其实以往都是一些比较重口 尤其是姜口暖龙一点 还有比较难流一点的马 都是一些马化马 但今季这只马可能会适应多一季 还有去到五岁了 很明显是成熟了 这只马大了 看回它是神操以前是难流 但今季我看到助手跳的慢时间 这只马也算是走得顺 还有会转脚这些马 我觉得是好了 即是神操这些举动是淡定了 但是它进步了令到它阵上在早段的流放更舒服 没断就可以竞勢冲刺 因为以前只马如果抢口难流 就斗力回来就没有了 但今季很明显看到 跑千四也好 跑一里也好 都是可以留得舒服 没断追一段劲 看回今季的表现就知道 跑了三场赛事 当中两场入Q 一场跑第七其实是塞车的 直路不足够位 所以才跑得差一点 但其他两场沙田草地也可以 泥地不擅长的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今季转来快活谷跑 其实不要这么快滑死它 因为它上季尾也是跑过一场 那一场它更加跑得不差 不如看回它上季的表现 这一场是它上季6月24日 跑谷草1650 后面白母红衫红箭嘴那一只 就是张耀了 那一场因为外档留得比较厚 进到直路我们可以先看它的表现 马有少少片 其实也不容易操控 这里片了进去 抽出来 200 现在才打边 但它得来 都蚊粉 都过了终点 不过马追得挺好的 最后50米撲上来的小 就是这里 挺厉害的 不是开玩笑 如果早点找到位 早点摊得着 我想这只马应该会更加好 所以谷草不是不会跑 上季僵口不是那么好也跑得好 今季既然僵口好 我觉得是会比上季 应该会更加进步 今季表现更稳定 这场也挺好跑 原因是看了排位表 报处适合他 3匹马快放 3号太阳威威 6号盛大光辉 7号有系 有系红 都是走的 全部都走的 所以拉快报处 帮到后上马后追 以及拉散马裙 让他10代2处理 卖到马尼尼碟 那就更加好 所以我觉得今场 其实他就好跑 报处也就得 最重要是换个人 梁家俊跑 我觉得这些后上马 我觉得更加杀食 更加借到这些马 散得肉 所以我觉得今场赛事 配合多种的优势和条件 这一场 不要只会选择谷草专家 其实这一只马 应该还有一些暗铁 还有一些进步空间 所以 可以章摇 我觉得拉门边线可以保持 好 说完一只全球马 膽索 我卖了其余两只马 第一只马 就是头场赛事 简直稳较少少 给大家买 就是51200 这一场我喜欢10号的平山新星 这一只马 当然最近的近跡好 所以我预计他 都不会好得到哪 4-5倍左右 不过我觉得都稳较 因为这一场赛事 对手很弱 这一场51200 你对比他之前 沙田预的1200 米对手 天冤之别 我觉得 看回这一只马 今季很明显进步了 其实这么小 我觉得他跑沙田 不是那么好 这么小 900多磅 1000磅 都没有的马 但是他沙田又爆得到 跑1200 都追得很好 这两场 今季表现稳定了 我觉得今季 虽然我觉得神操也不是特别好看 但是 指上赛资证明他一年两场都交得好 我觉得今次转过来谷草 对手只会更弱 沙田转过来谷草 二来小马 跑小长 我自己觉得会更好 所以平山新星今次 这一只马 照计排到5档 挺好追 最紧要出门 那一刻 很弱 不要太慢 就可以了 现在都升了 999磅 升了14磅 觉得OK 这一只马 所以人马亦都合拍 騎练组合亦都交到功课 平山新星这一场 趁早就交代 所以这一只我会要的 那只平山新星 我说有冷门精算 今次选了在第五场 推荐一匹初出马 初出马 说明初出马 怕谷草有点难度 所以我劝大家 都是边线机会 迫他走入三甲冷脚 所以我选了在第五场 四班一千 五号的风筝 这一只马 是三岁 蓝半球的马 还是很年轻 不过 试谷杂试得挺好的 看看神粗表 8月落地 7月落地 6月底 7月头落地 量足够步 然后再进行快跳 做足够 试谷杂试出来跑 我觉得这一只马 以当中的谷草杂试得最好 因为这些马 坦白说 一千米 没什么特别 港球是速度 和港球的马 跑谷草 究竟会否适应 他试过谷杂 第一次试谷杂 已经试得好 所以我就觉得 既然第一次试谷杂 都试得好 在谷草 转弯又流畅 这一只马 应该是挺有潜质 和是跑谷草 挺好的马 那次试谷 他跑到第三名 我们看一看那次试谷 这试谷杂 这试谷杂 红色箭咀 组红帽 红帽 应该是 很好的 回来拍到超压应究 千里进去 全部都是跑谷草 OK的马 以一只这么质身的马 第一次试谷草 都试得这么好的话 我想这只马 跑谷草 应该是没问题的 排马一档 更加容易发挥 贴到条栏 转弯应该更加灵活 一千米有人惹好 转得一个弯 不用转那么多弯 应该对新马来说 是好一点的 所以这只风筝 既然有些款头 试杂又展现过 有些斗心式追下马 还有神初 我觉得这只马 还有一点紧 不够放松 如果再放松一点 这只马 我想将来是一只不错的马 不过不要紧 有一个一档 第一局跑一千 这一场对手超级弱 这个重点 这么弱的对手 我觉得他也有权 跑得好 所以风筝我就要买 好 今次的心水 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全日马胆 博冷门 第八场九号的将妖 其他的重心 第一场十号平山新星 四平八稳 另外冷门精选 博一博 第五场五号的风筝 一只质身马 好 这一段片就说到这里 明天还会有条片 说我的位置Q过关 请大家密切留意 最后也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的YouTube channel 已经有超过6000人订阅 相当感谢 我会继续努力 好 这段片就说到这里 到晚 到晚 到晚